2021年6月,一位老人坐着轮椅被战士们抬入了人民大会堂 那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做王战山 他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 而美军一提到他就胆寒 那为什么王战山能受到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呢? 王战山于1929年12月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县一个贫苦的家庭 在他5岁的时候,他的妹妹惨死于日本人手中 因此他对日本人怀恨在心 决心为妹妹报仇学恨 他8岁时加入了八路军 凭借着在军中出色的表现 王战山很快成为了儿童团的团长 他多次用自己的智慧为部队出谋划策 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在1953年7月的京城反击战之中 他担任排长带领部队抢占北山408.1高地 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坚守了整整5天 击退了敌人38次进攻守住了阵地 直到援军到达 在这次任务中,王战山受了重伤 尽管幸存了下来,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他获得了多个荣誉称号和光荣勋章 也受到了主席的亲自节俭 尽管退休了,他也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兵身份 多次向社会捐款 而在生活上,他非常节俭 多年来甚至没有更换过破旧的自行车 作为中国战功赫赫的抗战英雄 王战山当之无愧地受到了如此高规格的待遇 2021年6月29日,领导决定授予王战山七一勋章 年过92岁的他因为年老和战争中的伤情 只能坐在轮椅上被战士们抬进会场 王战山是一位伟大而无似的老兵 他对祖国始终欣细,多次向社会奉献 他的故事值得我们铭记 而他获得如此光荣,实至名贵